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3日 我是Anna 和四位朋友 去了深圳福田 赤尾一天游 請大家like、comment、share 和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Let's go! 大家可以由福田口岸關口 查出之後 在福民站搭7號線 往太安方向 而7號線的對面方向 就是往西麗湖的 福民站7號線 往太安方向 大約搭兩個站左右 就到達了今天要去的赤尾站 由些出口 經過了福祥街 就到達了福星路 沿途都很多食肆 走的就是位於福星路 我們今天要去的 亞綠潮州美食 店舖裡面 都有不少潮州的熟食 還有有 蛋雞 還有很多 潮州特色的食品 是比較地道的 潮州美食 還有不少的冷盤 可以任君選擇的 有些燉湯 真的有花多雅綿的感覺 還有一個 生馬的海鮮巴 可以即場挑選海鮮 然後叫它煮的 選擇都非常之多 它是一間很傳統的潮州食店 還有一個生滾粥的包 店舖的環境 都很有地道的感覺 一開始我們就在外面挑選了 六碟的小食 試一下 花絲粥和白粥都挺清淡 地道的 潮州紅肉麻菜 麻菜我以前沒吃過的 炒得有點像甕菜 味道都不錯 紅肉都小小粒 挺好吃 潮州蝦仔麻菜 味道很一般 一般 潮州苦瓜排骨煲 味道調教得剛剛好 挺好吃 潮州蝦粥腩肉煲 腩肉都燜得很軟滑 味道都不錯 蝦粥都很軟 雲耳都很爽口 好吃 這個潮州炸鹽水豆腐 外脆內嫩 比較淡口 炒了一點 點綿蔥油食都不錯 這個潮州煎蝦餅 略然不夠脆 但蠔的份量都挺多 味道都不錯 潮州芹菜煎牙帶魚 牙帶魚本身挺大塊 但還是有一點點骨 味道都不錯 看到這個潮州辣味炒薄殼 細小隻的都挺鮮甜好吃 我以前都沒吃過 午餐以二百多元五個人 可以吃到地道又特別的潮州菜 是十分值得吃的 以下是今天店舖的菜單 供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如果大家都喜歡吃地道潮州菜 不妨上來一試 吃吧 就覺得對面同樣位於福星路的 旅遊賣走一陣 有兩層高的地方都挺大 接著就走到街尾 試一下永和豆漿 它主要是賣台灣食品的 種類都挺多 我們試了凍的積磨和鴛鴦味 還有熱的香護味 豆味都挺濃 小籠包就一般 包皮比較硬 接著搭了七號線往泰安方向 兩個站都華強不集 它相關在華強電子世界 朋友本來有東西買的 但都買不到 有些航拍機都買得挺便宜的 還有WJoy家品 有很多智能的家品是售賣 七號在配件街我買了一個 即制電話套 都是$25 接著就去了福田深藍中路 電子科技大廈 79號魚船海鮮飯店吃晚餐 我們6時半去到 不用等位 有很大隻的長腳蟹 大波籠 石岩蟹 蝴蝶魚 中波籠 黃子蟹 看見都開心 總類凡多 全部都是積叫積煮的 但價錢就和香港差不多 我們沒事 還有百倍 不開叫聖子王 蒜蓉粉絲精辣母扇貝 酸湯尾貝 還有戴子 台山無煙 大海螺 小海螺 大赤貝 大鵝蛋貝 和大鮑魚 還有魚生蠔 台山大青肉蟹 還有生蟹 還有羊肝大三點蟹 還有羊肝大三點蟹 三點蟹黃 和站肝大東蟹 還有台山簾仔蟹 還有加拿大加州旁 等等 至於海魚方面 有百花魚 東星斑 珍珠斑 還有乾窩海魚 還有小小條的油鱔 還有村品蜜羅蝦 還有蜜羅蝦和蜜羅蝦 有不同種類的鹹水海鮮 有獅子鑼 黃花魚 九套魚 北海魷魚 火箭柚 八爪魚等等 有台山大雷蝦 有水How 有水八爪魚 麻蝦 本地小青龍 本地花龍 一尼泰蝦大泰蝦 有羊肝大腸蝦蝦蝦蝦 大蝦菇 特大花螺 中原貝 北海道聖子王 夏川島沙甲 中鮑魚等等 還有大鮑魚 真是花多眼烈 很快就走了一個圈 回到長腳蟹 你看多大隻長腳蟹 有多少 它有一個積煮麗排海鮮 是給大家作為參考有幾款的 我們稍後會試這個 79元的包心翅小型佛跳牆 它也有些材料 展示出來給大家看看 另外有39元的海王湯 飯店環境都不錯的 舒適乾淨 但稍後就爆發 有五款茶可以選擇 茶界五元 我們選了韓白菊 茶味都不錯 我人數每台就送一個生果盤 這個包心翅米里佛跳牆 熱辣辣感 賣相都不錯 花膠都幾軟軟 味道都幾好 海芯 海芯煮得很軟軟 和滑 吃下去口感不錯 如廁 熟了些濃濃的雞湯 非常野味 好吃 味道很濃烈 和有粒乾瑤柱 和有粒乾瑤柱 如此令人回味 只有小小隻的鮑魚 煮得都軟滑可口 細香菇都上口好吃 小菜代表了 滷水鵝片 豉油和鵝腸 和香脆芋頭 滷水鵝片 軟軟入味 好吃 豉油和鵝腸 新鮮鵝腸 味道不錯 香脆芋頭 起沙 不太甜 好吃 這個指蘇傘 魚撥魚扣 熱辣辣地煮上桌 魚撥魚扣的份量比較少 味道都不錯 帶微辣 相對來說 這個脆皮咕嚕肉 就比較順色 皮就不夠脆 味道都不夠綠 試了這個店舖王牌 川品海膽 生煎包 等了半小時 上桌果然是爆汁 超好吃 這餐這麼美味的晚餐 五個人就吃了698元 很超值 開心的天油 每人平均都是216元 很值得 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